將會給我來的一句話 給我來的說 幸福就是差差鬧鬧 幸福的家庭沒有不吵吵鬧鬧 但吵吵鬧鬧鬧中 才會感覺到甜蜜的喜樂 因為彼此會越來越了解 越來越諒解 經過衝突才會諒解彼此 所以我相信他們將來也會有小小的衝突 但是我相信他們在 經過這一年多來的 一個復健的過程中 彼此的相忍 彼此的照顧 相信他們將來一定會 很容易的去經營 幸福美滿的婚姻 我祝福他們 我說沒有 其實女兒出事情到現在 因為出事的第一時間 我也是非常焦急 我就一直在打電話 因為消息都不明嘛 爸爸他們就趕著要到機場 那時候因為機會很有限 我也不能去 我家裡也需要有人照顧 女兒也在 小的也在 所以我非常焦一直打電話 然後我就 我打給阿中 他說他正好趕著要去機場的路上了 那天下雨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媽你放心 我一定會盡我所有的力量 因為我所有的關係去幫助我們女兒 我那時候真的出了眼淚真的是沒有什麼 但他就第一個時間還沒到 才在機場的路上 他就這樣跟我說 一切都過去了 一切都過去了 但是這經過這一年 差不多將近一年多的日子 378天 不管我有 其實有仔細的看阿中 他其實真的也有在改變 在調整 他對我女兒真的是 我覺得 因為是我介紹的啦 那事實上女人 我常常相信我自己的第六感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有阿中那種 擁抱會是會給我女兒很大的力量 那我覺得沒有錯 因為真的這一路來 阿中自從去年529 在演唱會上 許諾夏說我愛你 那一刻開始 他其實就做下了承諾 真的有做到 然後他當然了 他可能 不是十全十美 那我女兒也不是十全十美 可是他們真的是 就是彼此都在為對方做出一些改變 然後這個是好的 往好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們今天結婚了 我就真的是 我其實心頭的重擔有一點點放下來了 我 很開心 超普通吧 對 很開心 留下的是開心的眼淚 很開心很高興 其實當天講男性話 他的情況只能夠站不能超過一分鐘 但你看那天有很多時間 他站了很久的時間 那他可能自己超過極限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當場的那麼多人祝福了喜樂的心 那他完全克服心理的障礙 跟病痛的障礙 所以他在一分鐘之內 他就必須要坐下來 他因為他血充滿之後 他會痛 會癢 所以這個過程中會腫脹 那他這一天的過程 我好幾次提醒他 你趕快坐下來 趕快坐下來 他還是他很喜樂的站起來 那我相信這個喜樂的氛圍 讓他可以很樂觀的 很快速地恢復到他身體原來的狀況 這麼說了 天下男人沒有好東西 我跟孩子這樣講過 但是什麼時候是好東西 我跟他們說 結婚生子之後 才知道男人是不是好東西 因為他要肩膀去扛個家 我相信他們現在結婚了 他們有這個肩膀扛下來 兒童絕對是個好東西 我也祝福他婚姻美滿 我跟我太太相處到 跟我孩子 以往還有工作的一些過程 那我其實 我是主要是分享我自己的生命的過程 讓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心有氣先 在我書中找到他們自己的影子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本書 傳達一些愛的感受 傳達一些意義力量 像這個事件 我透過訊息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必須要面對 必須要處理 必須要放下 還要不停的學習 誒 學到老 真的我們現在也還在學習 當岳父母 那是感恩感恩 謝謝 你們有這本書看過了嗎 他們看過裡面 然後覺得最感動 爸爸寫到的心 哪裡天章節 很久 前天給我給他了 但是我還沒問他 前天晚上 是是是 大概披網一下 本來可以問第二天我要請他 吃飯 回門 酒 我們就自己家人這間 結果因為它們前一天 兩個去巡生 很累 所以很累 只想在家休息 所以我們就去她家了 然後我就把書 那天正好拿到 就把書拿給她 這樣子 我再重新再强调一遍 再重新强调一遍 这本书是我本身出卖我生命的历史 但是目的是要 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因为我所有的版税 全部捐给阳光基金会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 再次感恩阳光基金会 他在我女儿父亲的过程中 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 那正好在我女儿住院 长庚医院期间呢 我父亲也脑血管 然后一起住院住农种 所以当时我一早到长庚 看到我女儿之后呢 中午再赶回农种 晚上再赶回长庚 当时我女儿不舍 她后来有意识之后 就知道这情况之后 就问我说 她当时替我不舍之外 还问了我一个俏皮话 她说这个两个人心目中 你能问哪个分量比较重要 那她说俏皮话 因为在病床上 总是讲一些玩笑话 制造一些缓冲的气氛 那我跟她说 对我父亲来讲 父亲的爱 跟我对你的爱 是截然不同的 也是一样爱 但是对父亲有多了一身 责任的爱 那对你来讲 就是心头的一块肉 割掉的爱 那是绝对绝对痛苦的 那我是跟她这样分享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